在本地以出售演唱会门票、旅游景点门票 和最新款手机为幌子 在网上行骗的案件有所增加 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了1145起网上交易诈骗案 以去年同期多出了13% 警方指出多数诈骗犯会要求受害者 预先支付定金或者是全额款向到指定的银行户头 但是受害者付款之后却收不到货 也联络不到卖家 警方发现7成的案件是通过Carousel Gumtree和Facebook进行交易而遭到诈骗 警方提醒公众 如果尽量选择货到付款 如果必须预先支付 可选择那些收到货品才支付的卖家的网购平台